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 对于今年中国电影的贺退党来说 在票房市场方面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刚刚送走了超过10亿票房的态度 又迎来了超过10亿的西游相谋片 而且西游相谋片在首日上映票房 就创下了华语电影的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票房记录 当然如果说太久主打的是 新奇 搞怪 搞笑 那么西游相谋片呢 主打的就是带有那么一丝 怀旧温情的味道 第一次见到你 就爱上你了 有的 好爱 我没有一点 不想你 很多人 尤其是80后 70后 他们走进电影院 在看西游相谋片的时候 主要是冲着两块金字招牌 第一块是20多年前 那个无厘头经典的电影 大话西游 第二个就是 如今青春已不在 必发甚至有些斑白的周星驰 毫无疑问 我们在看到周星驰岛的 西游相谋片这样的时候 你可能首先就会想到 20年前那种大话西游 因为这两部片子 我们走进电影院 你会发现 这两部片子之间 没有任何情节上的关联 可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 他们两个是姊妹片 为什么呢 我们看 其实他们说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当某个人 那个是孙悟空 这个李是唐僧 他们还不知道 天将将大任于此人也 还不知道自己身上 肩负着某种神秘的使命 要西天取经 那么在这个时候 爱情懵懵懂懂就来了 这是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跟他一起处自家庭 是个小宝贝 然后简简单单的过生活 那个人就是你 而无论是孙悟空 还是唐僧 都本能地在抗拒这种爱情 你干嘛 我不爱你 我不要跟你空间连离 我摘不掉这指环 我就不要这手指头 你得有个三百九 我拼了三跳的 我认得自负多 所以拼不来就把造的 不要了 可是最后呢 被这个情节推动的 也被命运所驱动 两个人从被动到主动 接受了这爱情 在电影《大话西游》中 由朱英扮演的紫霞仙子扬言 谁能拔出他手中紫青宝剑 谁就是自己的如意郎君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由孙悟空转世投胎的至尊宝 却无意间拔出了宝剑 然而当紫霞表露新生时 至尊宝却没有接受这份 所谓上天安排的感情 你骗我 你根本不想亲我 此后 为了不伤害紫霞 而拿回月光宝盒 至尊宝自编自演了 生平最大的谎言 却隐瞒了爱情的种子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 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 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 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 如果说至尊宝的拒绝 是因为心中有所惦念 那么西游降魔片中的陈玄藏 却因为自己是出家人 而受到束缚 每次面对驱魔人的表白 他唯一的做法就是逃避